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月24號 然後早上11點半 那這個影片我已經錄第三次了 我等下我會說明為什麼我錄第三次 OK 那總之就是今天早上開啟的這個紅磚五 的那個 是今天早上開啟的這個春節集式禮包 那我在測試服務小號的時候我在前幾天我有錄過這個 1234到1500塊這個值不值得買 那我覺得這個1500塊是值得買的 那今天多了這個3000塊 那我的小號沒有錄到是因為我的小號我在拆啦 我的小號沒有紅色角色的關係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在練測試服小號 因為測試服小號如果不夠強 階級不夠 主線進入不夠 有些東西就測不到 譬如說 12-40才開放的生命之數吧 那所以說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3000塊的這個紅磚五禮包值不值得買 好 首先我們用多個地方去比 這個3000塊紅磚五它是 有150個然後是6480鑽再配上兩個雞了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先用普通的 這個普通的我們用300來 價值300塊點券來看好 300塊是10個紅磚五所以3000塊就是6800鑽然後加上100個紅磚五 這樣子計時禮包 好那3000塊台幣如果說你每天都是買那個 日禮包的話 3000塊你只能買到6800鑽多了一點點 幾百鑽而已 但是少了50個紅磚五所以是值得的 他這個有1.5倍的價值 就是紅磚五多了50個 那紅磚五十個是價值多少呢就是 價值1500塊台幣然後或者是 快1萬賺因為你在商店拉貨的話 商店買10個指定的紅磚五箱子是1980 那50個就是1980乘以5就是快1萬賺 好那這是第一個比較 第二個比較就是說現在正好跟這個年獸的活動重疊 那年獸的活動這邊 160個鈴鐺可以換20個紅磚五 那這個鈴鐺當時我有說這個課金的跟隆冬節的要是比較 在這個活動期間日禮包 他原本這邊是配鑽石然後現在變成配40個鈴鐺 那30塊錢30個鈴鐺太划算這個我們就不做比較 我們考慮這個日禮包 日禮包共有5種配鈴鐺12345然後一個禮包是150塊 我們用點點券的價值 所以150塊你買4包1234 160個鈴鐺就是 你買4包就可以換20個紅磚五 那一天課4包的話就是600塊台幣然後 連續這樣子買5天 3000塊台幣你可以有1000個紅磚五 然後這個材料是5倍的份量 5倍的這個2500K 5倍的粉塵然後5倍的這個經驗然後 3×5 15張藍卡這個種族是每天都會 每天都會換一種 OK 那我做了一個簡單的那個文字說明 春節3000塊台幣即時禮包是 對不起這是多少6480元 這個很重要 加上150紅磚五箱子然後36小時經驗36小時粉塵 然後日禮包是 一包是40個鈴鐺你買4包就是160個鈴鐺然後可以換20個紅磚五 那日禮包買4包就是600塊台幣 600塊台幣 然後600塊台幣你買5包等於100個紅磚五 然後包含這些日禮包的小東西 粉塵然後金幣然後不拉不拉的然後 一般來講就是這三個是 比較會去買的因為這是基本資資源嘛 那再來是900 一包900的普通材料我覺得這個 或者應該是選擇肥料吧前期比較欠肥料除非你是後期角色 好那再來 為什麼這影片我錄了三次呢就是 第一次我上架之後我發現我忘記考慮到紅磚五的價值 多50個紅磚五 因為我覺得是說 怎麼講呢 這個即時禮包啊我們用普通抽來看好了150塊是10抽 這個即時禮包我覺得是蠻划算的因為你看 普通的這個禮包 他150塊只有5抽而已 然後我們看月禮包 對不起週禮包 週禮包150塊也是5抽 所以說他這個即時禮包150塊10抽 神明說是兩倍的份量 然後 種族抽 都很貴 然後300塊我覺得也是值得因為就是 你要光對的肥料 那800塊有兩指 還有一個指定指 我也覺得不錯 因為一個指就可以抵好幾個藍卡 就算他不是你要的指 這些都是隨機的 那他也是 你也可以把東西是肥料嘛 而且 你如果很歐洲的話也許 兩個靈魂師中兩個阿塔利啊 反正就是這個也OK 那1500塊錢這個 新手有光盾 我覺得也是很實用 然後還有還付給你20個種族抽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錯還有3000賺 好 那為什麼我這影片錄那麼多次就是因為我忘記考量到說這個紅專武的價值 他多了50個紅專武雖然不是兩倍喔但是他還是有基本的賺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是用那個 這個鈴鐺去換紅專武的話 你花了3000塊錢 你只會有100個紅專武 然後再加上 加上這4個 加上這些東西反正就是乘以5 那10個紅專武價值是 300塊台幣或是1980賺 等於說這次即死禮包50個紅專武就是1500塊台幣 然後快1萬賺 還要再加上這個6480賺 就是還要再加上 再加上這個 6480賺 那6480賺的話 你 一般你去買鑽石禮包的話 6480賺等於是3000塊喔 因為我我從來沒有買過我覺得我覺得這些都不值得 手除翻倍有沒有 再加6480所以 我們先不管手除翻倍 6480賺 等於說是價值3000塊台幣 雖然說鑽石商店我是完全不推薦買啦 OK 所以他等於說是6480賺加上50個紅專武等於是 16480賺 肯定買得到1234的這些東西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商店貨每天商店更新的話 我的印象應該是沒有記錯然後 198賺24小時經驗也是商店打折 好 這樣子OK 那你在商店拉破的話48賺是24小時的金幣 然後198賺是24小時經驗這個我每天如果如果商店有的話我都會買 因為就是充等級最實在 然後300賺是500粉塵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樣子 所以鑽石很實用你看 300賺是500個粉塵 然後我沒有買了我是買金幣的然後 這樣子然後 單買藍卡的話是360賺 所以這邊多少 360賺然後這邊有 三張 三張大概是1000賺 然後我這邊這邊大概是價值5000賺 但是這些東西的話就是大概就是一兩千賺吧 所以算一算比較起來的話 應該還是 應該還是這個集市禮包 多了整整16480賺 比較划算 這邊 這邊 不好意思 OK 所以這個箱子他等於說是多了16480賺的這個價值 然後 我當時我第一次入市的時候我就直接 直接想都沒想我就是直接用這個這個 160鈴鐺去比較然後我那時候覺得說這好像多數這些材料比較划算 可是第一個我忘記紅磚5的價值紅磚5的價值10個箱子 10個箱子是價值1980賺 50個箱子就價值10000賺 那10000賺買不買得到這些東西呢我覺得是買得到 我覺得是買得到 但是你要每天慢慢慢慢商店買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我忘記的是 他還附在6480賺 6480賺鑽石也很好 所以說 雖然這兩個東西很雞了 但是 多的50箱子跟多的這個6480賺 其實就是價值了16480賺 那就有這個價值了 就有這個價值 OK 所以這些都值得買 但是我純粹只是覺得說他是春節所以覺得應該還要再多一點點 應該啦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就是看大家有沒有需求 後來我 我算了一下我覺得還是划算 3000塊那個還是划算 反而是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是想要用日禮包 換鈴鐺然後再去換這個紅箱子的話 反而就沒有這個那麼划算 OK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說你是用鈴鐺這樣子每天都買4包然後換紅磚舞的話 你不如就直接去買這個3000塊的那個禮包嗎 他3000塊就是有150個箱子還有6480賺 那你日禮包買這個鈴鐺的話因為 他每天附的那個鑽石變成鈴鐺就沒有鑽石了 OK 所以結論就是我覺得OK划算 可以買的但是 畢竟是一年一度的春節嘛所以我覺得 還有一點小小的可惜 小小的可惜我覺得還可以再大方一點點 因為這兩個實在是 一看到這兩個就下意識覺得很不划算 可是然後忘記了這 這兩個東西的份量 好 希望這影片對大家的幫助 我是阿天 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